都说一入豪门深似海 嫁入豪门的女明星 似乎总会被贴上各种标签 有人说她们是现实版灰姑娘 有人说她们是利益联姻的牺牲品 更有人说她们是豪门的花瓶 但郭晶晶 这位曾经的跳水皇后 却用自己的方式 书写了不一样的豪门故事 她没有选择坐龙中雀 而是用自己的智慧和魅力 在豪门中站稳脚跟 活出了自己的精彩 网友们纷纷表示 郭晶晶才是真正的人间清醒 她活出了所有女孩都羡慕的样子 郭晶晶的魅力 首先来自于她自身的优秀 作为跳水运动员 她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冠军 为国家赢得了无数荣誉 她的坚韧 自律和拼搏精神 让她在赛场上所向披靡 已成为了她日后在豪门生活中 立于不败之地的宝贵财富 跳水皇后的光环 让郭晶晶在嫁入货家时就自带光芒 她没有因为豪门的光环 而迷失自我 依然保持着低调 朴素的生活作风 网友们经常拍到她逛地摊 买打折商品 甚至给孩子穿平价衣服 这种接地气的作风 与人们印象中灰金如土的豪门扩胎 形成鲜明对比 也让郭晶晶赢得了更多人的好感 网友们纷纷评论 这才是真正的豪门 不交涉不做作太难得了 郭晶晶的智慧和高情商 才是她在豪门中游刃有余的关键 或加作为香港的百年豪门 家族关系错综复杂 面对各种明争暗斗 郭晶晶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不站队 不参与 用智慧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家族矛盾 她深知 在豪门中 想要赢得尊重 不能只靠美貌和家事 更需要智慧和能力 她积极学习商业知识 帮助丈夫霍启刚打理家族企业 成为了她最得力的助手 在霍启刚的事业上 郭晶晶也展现出了她独到的眼光和远见 她鼓励霍启刚从商界转向政界 并利用自己的人脉和影响力 帮助她一步步站稳脚跟 如今 霍启刚在政坛上展露头角 成为了备受瞩目的政坛新星 网友们纷纷感叹 郭晶晶真是旺夫 娶妻当如郭晶晶这才是贤内助的典范 郭晶晶不仅在事业上是丈夫的贤内助 在家庭生活中 她也扮演着好妻子 好妈妈的角色 她教育孩子的方式也备受称赞 没有娇生惯雅 而是注重培养他们的独立性和社会责任感 有网友拍到郭晶晶带着孩子去体验农村生活 让他们亲身体验劳动的辛苦 学习珍惜良事 这样的教育方式也让网友们纷纷点赞 这才是真正的豪门教育部交纵 接地起 郭晶晶的故事 打破了人们对豪门媳妇的刻板印象 她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 嫁入豪门并不意味着放弃自我 更不意味着成为金钱的努力 真正的豪门 不是用金钱堆砌出来的 而是用智慧 格局和爱构建起来的 郭晶晶的智慧 体现在她对人生的清醒认识和选择 她没有被豪门的光环所迷惑 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人格和思想 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并为之努力奋斗 她的格局 体现在她对家庭和事业的平衡把握 她既是嫌弃良母 又是丈夫事业上的得力助手 她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为家庭创造了幸福 也为社会做出了贡献 她的爱 体现在她对家人 对生活的热爱 她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和快乐 她没有因为物质的富足而迷失自我 而是始终保持着一颗善良 真诚的心 网友们纷纷表示 郭晶晶活出了所有女孩都羡慕的样子 她独立 自信 有智慧 有爱心 是新时代女性的优秀代表 郭晶晶的故事太励志了 她才是真正的豪门 活出了自己的精彩 希望我的女儿以后也能像她一样优秀 网友们的评论 充满了对郭晶晶的赞美和钦佩 郭晶晶的故事 也引发了人们对婚姻和幸福的思考 在物质条件日益丰富的今天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精神上的富足 真正的幸福 不是拥有多少财富 而是拥有一颗热爱生活 积极向上的心 郭晶晶用自己的精力告诉我们 幸福不是等来的 而是靠自己争取的 只有不断提升自己 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稳 更远 她的故事 也为那些渴望加入豪门的女孩们敲响了警钟 豪门不是天堂 也不是避风港 想要在豪门中立足 需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和智慧 与其幻想加入豪门 不如努力提升自己 让自己成为一个值得被爱 被尊重的人 只有这样 才能在人生的舞台上 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郭晶晶的故事 还在继续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她会继续用自己的智慧和魅力 书写更加精彩的人生篇章 而她的故事 也将激励着更多的人 勇敢追寻自己的梦想 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网友们对郭晶晶的喜爱和支持 也反映了社会对优秀女性的认可和期待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女性不再是被动依附于男性的角色 她们拥有独立的人格和追求 可以在各个领域展现自己的才华和魅力 郭晶晶的故事 正是新时代女性的缩影 她们自信 独立 勇敢 智慧 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着女性的力量和价值 她们的故事 也必将激励着更多女性 勇敢追寻自己的梦想 活出更加精彩的人生 直到看到霍企三十克年哲歌嫂 才明白郭晶晶在霍家地位有多高 今日巴黎奥运会火热举行 霍正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直言也会参与这场国际赛事 儿子霍企刚同样受邀参加 郭晶晶则担任永连裁判长 一家人再次同框共赴巴黎 郭晶晶站在裁判长的位置上 那些名愿阔太恐怕没话说了 当霍正廷提到儿媳郭晶晶 笑得和布隆嘴满脸骄傲 有网友在巴黎奥运会赛场上 偶遇到了霍正廷一家人 没想到除了他们三人之外 就连霍企三也来到了现场 让人疑惑的是 霍企三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网友还大胆猜测来找老婆的 不知他到底是冲着谁去的 霍企三穿着奥运会球服 一直都黏在歌嫂的身边 还转过身雨过津津热聊 脸上都是止不住的笑意 霍企刚则默默地站在旁边 于是便有网友调侃偷感好众 或许霍企三跟来奥运会 可能是崇拜嫂子郭晶晶吧 国际永连不仅邀请郭晶晶 还请她担任奥运会裁判长 这新身份又为霍家长脸了 郭晶晶坐镇跳水项目霸气侧楼 而霍企三一直都是大嫂小迷弟 这一次她也想亲自见证吧 在遇到大嫂郭晶晶之前 霍企三的情史非常丰富 那是她所谈的女朋友 不是明星就是小模特 曾与影后张子怡相恋两年 在香港某街头约会时 还被媒体派到曝光了 因为事业和家庭的原因 最后这段感情无极而终 后来霍企三又结识嫩魔 两人相恋四年之久 甚至到了谈婚闷嫁的地步 因为祖母吕燕妮的反对 说霍家绝不能娶外籍女子 最后还是没能修成正果 霍企三十一岁的年纪 又恢复了单身生活 如今霍企三已经四十多岁了 成为了家族企业的德利副总裁 没想到却是个闪耀的钻石王老五 有人说过晶晶身上的光环 就能平息霍家所有丑玩 可见郭晶晶的魅力有多大 自从霍企刚娶了郭晶晶后 大嫂郭晶晶的一言一行 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霍企三 莲泽偶标准也发生了转变 曾经有媒体采访霍企三 想找一个什么样的老婆 霍企三毫不犹豫地说 想找个像大嫂郭晶晶那样 简单又低调的女孩 或许在霍企三的眼里 郭晶晶除了是世界冠军 还是个好妻子好妈妈 可见霍企三对郭晶晶有多崇拜 别的好门媳妇都要看公婆的脸色 而郭晶晶在霍家的地位稳如泰山 毕竟郭晶晶仅用一个眼神 就能让两个小叔子乖乖听话 2020年旅嫣妮语试长辞 霍家全员出动送别老夫人 就连香港的名人大佬 都亲自出面为其调宴 现场来了很多记者媒体 而霍企三霍企人兄弟两人 竟然站得比自己父亲还高 在霍家这种豪门家庭 是非常讲究尊备有序的 幸亏大嫂郭晶晶细心 转身给了一个眼神威慑 是一两个小叔子站下来 郭晶晶用自己的智慧 为霍家守住了颜面 而郭晶晶不是第一次 为霍家人打圆场了吧 早年霍家为争夺一产风波 一时之间闹得沸沸扬扬 未来霍企刚想要从政 必定不能有任何污点 而郭晶晶直接带着老公孩子 直接从霍家老宅搬了出来 这就是郭晶晶的高明之处 又一次为霍家转足了名声 声名大义的郭晶晶 时刻都在为霍家的名望 以及未来的发展考虑 自从郭晶晶嫁到霍家 霍家还因此名声大振 不仅重新进军国家体育界 还提升了政商界的地位 有了郭晶晶这个贤内助 霍企刚还走上了从政之路 俗话说取一贤七万三代 郭晶晶可以说是霍家的福气 虽然郭晶晶退役十几年了 但他用自己的言行举止 验证了那一句老话 世界上豪门众多 而郭晶晶只有一个 有没听说过郭晶晶 跳水界的大牛 奥运金牌得主哦 现在他成了比赛评委 带着全家看奥运 比自己上场还兴奋 家人一来 奥运都变得欢乐多了 郭晶晶的全家支持 自奥运会结束后 郭晶晶就留在巴黎了 家人也都来陪他 他的公公霍企人 老公霍企刚都来了 连孩子们霍中西和霍中严 也敢来巴黎找妈咪 一家人难得团圆 这次家庭的大会合 让我们感受到了 他们浓浓的亲情 也能看出他们 对奥运精神的热爱 霍企山的尊重与陪伴 霍企人这小子可真会玩 36岁就把家给丢了 跟着泰国小姑娘走了 都没管自己老爸老妈 还有嫂子 不过 他那个还没结婚的弟弟 霍企山倒是挺顾家的 经常陪在哥哥嫂子身边 对他们特别客气 看球赛的时候 他都会先帮过 金金找好座位在座下 这种小细节 就能看出他对嫂子 有多尊重 也能看出他是个真正的绅士 霍企山与谷爱玲妈妈的熟络 乔建梅 霍企刚的儿子 霍企山跟谷爱玲的妈妈 就在泳池边聊得火热 谷爱玲也听得乐不思蜀 乔他多活力四射 看到路边的人 打个招呼立马回应 真够亲民的 看来霍企山 跟谷爱玲妈妈关系不错 谷爱玲已经是霍家的铁杆邻居 据说他们上次还一块去看了游泳比赛 霍企山与谷爱玲的互动 你注意到梅哈 霍企山和谷爱玲奥运会时那点事 有点不寻常 他们路真人秀的时候总是混在一起 也不会因为外人怎么议论而受影响 谷爱玲才比他小好几岁 但是看看照片 你会发现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霍企山还是挺年轻的 他们竞技时感觉就像是好兄弟一样 连各自家里的人都成了朋友 所以大家都觉得他们两个挺配的 网友的热议与猜测 大家都在关注霍企山的婚礼 还有人想当红囊牵红线 有人说 不如让他和30岁的奥运基建冠军 将名于事实 这位姐姐厉害着 巴黎奥运会拿下重箭金牌 还是香港首个奥运金牌得主 破了好多记录 如果他们真能走到一起 那咱霍家就有两位世界冠军 霍企山的回应与态度 霍企山没想到网友们这么在乎 他找对象 有钱的宗副力 和超新 还有奥运会游泳冠军 张雨菲和陈若林 都是大家催他快点结婚的焦点 可惜 霍企山的爸爸淡定得很 觉得这是让孩子们自己搞定就好 至于霍企山会选谁 没人会说他配不上任何人 毕竟奥运金牌 那可是平实力为国争光 实现自我价值的 奥运精神的传承与体现 郭晶晶全家人都去看奥运会 真是家庭温馨这种体育比赛 也让下一代有机会感受到了这份奥运热情 霍企刚在面对大嫂时也很尊敬 谷爱玲妈妈好像对她印象也不错 这不就是奥运大家庭提倡的公正与尊重 网友们还挺关心这个八卦的 虽然有些无聊 但也侧面证明了全民关注奥运确实厉害 你听说没 郭晶晶家里人非巴黎给奥运选手加油了 我们家就直接能感受到奥运气氛 霍企山和谷爱玲妈妈看起来很不错 看来是玩得很痛快 这也算是奥运的一个看点 当然不能忘了 大家议论纷纷也是奥运精神的一部分 最后 真的要好好感谢那些为了奥运会 辛劳奋斗的运动员和工作人员们 他们的努力才是奥运精神的核心就是了 这届奥运会 吃瓜群众可是锅足了眼影 这部 霍伽四口齐刷刷献身巴黎奥运会看台 瞬间引爆了热搜 霍正廷 霍企刚 郭晶晶 霍企山 这配置 说是豪门家族聚会也不为过 眼间的网友很快发现了华点 怎么霍企山老是挨着大扫 郭晶晶做得紧紧的 要知道 旁边可是他亲哥霍企刚啊 这画面 怎么看怎么有点迷地追星成功 恨不得天天跟偶像贴贴的记事感 要说这霍企山 那可是名副其实的钻石王老五 坐拥亿万家产不说 自身能力也相当出众 妥妥的青年才俊 可就是这样一位高富帅 却在各个嫂子面前 秒遍小迷地 这波操作也让不少网友直呼 看不懂 有人说 霍企山这是在蹭镜头 毕竟郭晶晶作为跳水皇后 国民度可不是一般的高 挨着大扫作 镜头自然少不了 还能顺便给自己刷一波好感度和乐而不为呢 还有人说 霍企山这是在向大扫取经 你看郭晶晶加入豪门多年 却始终保持低调朴素的作风 深受民众喜爱 霍企山此举 说不定是想从大扫身上学习 如何更好地经营自己的人生 更多人还是相信 霍企山对郭晶晶是发自内心的崇拜 毕竟 郭晶晶不仅是体坛传奇 更是嫌弃两母的典范 谁不喜欢这样一位优秀女性呢 要说郭晶晶的魅力 那可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她自身足够优秀 作为跳水皇后 郭晶晶在体坛的地位无人能及 她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也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她为人低调谦逊 嫁入豪门后 郭晶晶并没有像其他豪门阔胎一样 追求奢华生活 而是始终保持着勤俭持家的作风 她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 豪门媳妇也可以很接地气 最重要的是 她拥有一颗善良真诚的心 无论是对待家人还是朋友 郭晶晶都展现出了她的真诚和善良 她用自己的行动感染着身边的人 也赢得了所有人的喜爱 或许是受郭晶晶的影响 郭晶晶也公开表示过 自己想找一个像大嫂一样的女人 看来 郭晶晶已经成为了 郭晶晶心目中的理想型 其实 这也不难理解 毕竟谁不想找一个 像郭晶晶这样优秀 独立 善良的伴侣呢 如今 郭晶刚在政坛展露头角 郭晶晶则在商界做得风生水起 再加上郭晶晶的嫌内住加持 货家未来的发展可谓一片光明 相信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 货家一定能够在创徽环 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同样是豪门二代 你看看近期天天上热搜的王思聪 恨不能一个月换八个女友 这不是钱的问题 是有毛病 人格上难以建立平等深入的亲密关系 也难以享受深刻的爱与悲爱 那是花钱买宠物 郭晶晶才不是镶嵌在豪门的点缀 事实证明 他们都选对了 货家给了郭晶晶最大的尊重和爱护 而郭晶晶王那一战 就是对货家最好最正能量的代言 这些年 货家从家族形象 到政治和事业地位 进一步全面上升 郭晶晶自身的地位和能力 对货家的体育事业诸多注意 更以纯朗的个人品性 为豪门注入一股清流 自身辉煌 又嫁到货家这样的豪门 还是未来的特首夫人 却依然保持着北京姑娘独有的大方质朴 不管是对孩子的教育 还是和郭晶刚的日常相处 处处都透着正能量 既能穿奢侈品端装大器当贵妇 也能少拿针线给孩子缝书包 甚至还被蛇皮带和郭晶刚一起搬家 可以风光无限 却又清醒自持 不会飘在云端 永远是真实而有力量的生活 两人感情也这么好 啥时候都是这么甜 透着无声的恩爱 霍家能娶到郭晶晶 娶了个宝 郭晶晶嫁给霍企刚 也嫁对了 双向奔赴 互相成就 株连碧合 株连碧合